韓國瑜形成滿檔 卻在敲定訪美後 白忙中抽空會見 AIT美國在台協會處長 專家分析美方是真的 對韓國瑜感興趣 為什麼麗英傑親自下去 你韓國瑜接見他不到5分鐘 顯然麗英傑是插隊 插隊就有四種意思 第一個 我為我過去傳遞的某些訊息 對你不利 我感到抱歉 第二個就是說 既然你要到美國 我一定會好好的招待 誰來接待你 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他們很感興趣 就是說一個強調九二共識的人 居然在森綠地區 能夠開花結果 地方首長各國代表 正想拜訪情況 罕見更有名嘴斷言 美國恐怕還想蒐集 韓國瑜的生物特徵 那當然美國人 向來從來不手軟 比如說以前他的盟友 德國的Maker 然後英國的梅奪 那他的敵人賓拉登 全部都被他採取了 這些生物機制 甚至監聽他們幹什麼 因為這個對CIA來講 這就是他日常的工作 所以等於從政要到恐怖分子 CIA所有資料都齊全 只要美國認為你是有重要性的人 每一個都逃不過他的手掌心 他一定要想盡辦法把你搜羅的到 專家分析美方動作頻繁 已經證明韓國瑜影響力不容小覷 選前被低估 如今才會受到美方如此禮遇 建立他的資料庫 就是證明了CIA已經認定他 他在台灣是有實質影響力 主要的原因 他們都聽信了民進黨的選情分析 那他們才會這樣子 那麼理喻的去主動敦請 韓國瑜你到美國訪問 韓流外意效應擴散到世界各地 默默無名的麥菜狼 如今格局已經跳脫高雄晉升國際 一舉一動足以讓台美關係 牽引法動全身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